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说十善夜道经讲迹解药 尊敬的唐主屋前法师、初位法师、初位同修大德 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十善夜道经讲迹解药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离贪力得成就五种至战 后面还有十条的解药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 我们还是先将这段经文再念一遍 一遍 父赐龙王 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 物皆被固 四、皇位自在 真其妙物皆奉献故 五、所获之物 过本所欲 过本所求 百倍殊胜 由于习实不间祭固 四为五 若能回向欲 欲尼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厚尘佛实 三界特尊皆共敬仰 这段经文的讲迹解药 这段经文的讲迹节药 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第29条 好,我们接着 学习第30条 第30条的讲迹节药 第四 皇位自在 真其妙物皆奉献故 这一条是离贪力得五种自在的第四种 这个王是代表各个阶层的 居领导地位的人 我们现在讲领导人 居领导地位的 王位自在 就是 这个领导地位 这个王位啊 会得到自在 就是 在社会上 的地位啊 永远受到群众的拥护 爱戴 你没有贪欲 你的福德决定是 折疾一切众生 众生 厌有不拥护 不爱戴之力 无论我们在社会上 是何种身份 地位 过着怎样的身佛 决定要断贪嗔痴 才能得大自在 那么这一条就是 可以我们讲 王位自在 必须啊 断贪嗔痴 这个贪嗔痴 没有断 但是 宗兰 有这个地位 有这个王位 也不自在 因为 犯得犯失了 现在我们看看全世界 这个 各个国家的领导人 有几个人他的王位是自在 如果他自己没有贪欲 他就得自在了 如果有贪欲 有私心 就是为自己着想 那肯定不自在 因为一天到晚 总是想着 怎么保护 他这个地位 不要让他的地位失去 心里总是患得患失 因此虽然有这个地位也不自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选举这方面 我们看到真的是很不自在 大家都在争 那么有争的心就是有贪欲才会争 没有贪欲他就不争了 他得到的地位是很自然的 大家拥护的 他就自在了 那纵然他的地位没有他也自在 所以这个自在 你居在这个地位自在 你居在这个地位自在 纵然你得不到这个地位也自在 因为心里没有贪嗔痴 所以他没有得私心 他有这个地位 为国家人民 为众生来造福 为人民服务 他没有这个机会 出来为人民服务 为众生服务 他也不怨天由人 他也自在 像孔老夫子讲 人不知而不孕 不遇君子夫 人家不认识你 不能推荐你出来 当官 当领导人 也不发牢骚 不怨天由人 只是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忧虑自己没有这些才能 不忧虑人家认识不认识 人家知道不知道 所以他就自在了 所以这个孔子 古圣先贤 也都做榜样给我们看 这里是讲 如果你有王位 你离贪力 那你必定得到这个自在 这个王位 在这一条讲 各个阶层 各个阶层 当个领导人 都属于王位 如果断了贪嗔吃 必定得大自在 我们再看下面一条 三十一 珍奇妙物皆奉献故 你得到群众的爱戴 群众将这些珍奇之物 供养你 因为你没有贪力 所以大众对你的供养 决定是回馈于社会 不失供养一切众生 因果是循环的 你能供养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必定也供养你 这个果报无比殊胜 这一条是讲 如果离贪欲 自己没有贪欲 没有兼贪 这个离兼祭 兼是兼贪 祭是祭度 兼贪祭度 这个离开了 没有这些贪欲的心 有这个祭度障碍 还是因为贪 贪跟撑 这个烦恼 如果远离了 没有了 王位得到自在 而且呢 这些珍奇妙物 很多人会奉献给你 一些 我们 世间人讲的 一些宝物 这些宝贵的 这些珍奇的宝物 这些珍宝 都会奉献 奉献给你 这是 群众对你的爱戴 所以这些珍奇之物 都会来供养你 因为你没有贪力 大众对你的供养 决定是回馈于社会 你也不会 占为己有 占为己有 比如说 有人 供养你这个 这些珍奇妙物 有一些人他就贡献给这些 像博物馆这一类的 供养啊 社会大众啊 大家来观赏 不是放在家里自己观赏 现在的话讲啊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不是自己独享 因此 这些大众啊 他就很乐意来奉献 这也是一种感应 一种感应 过去先师敬老和尚啊 他跟随张家大师学布施 他说 他说 真正啊 认真修 每天修 半年啊 他就有感应 修了半年就有感应 他要的东西啊 不超过半年 最多不超过半年 他要的东西啊 那不是这些什么古董啦 这一类的啊 他要的都是经典 他喜欢读书 学了佛啦 那当然啊 他希望啊 得到的就是 经典 当时啊 要得到一本经典 不容易 不像现在啊 印刷数发达 他修布施啊 的确啊 他想要的这些法宝 都是有求必应 他说 有一部中观论啊 他是求了半年啊 半年 那有人送给他了 他说 那个是最久的 那其他的呢 他很 都不超过半年 都会 有人就会送来 那另外呢 他也讲一个法师啦 这个大家 在讲习当中 应该都有听过啊 是早年啊 在 台北市啊 西陵南路有一个法法士 那个法法士 都是邀请他去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 讲地藏经 当时 听说呢 这个 溔庭老和尚 上广夏金我个人 尊老和尚 这是 我的得界和尚 他老人家呢 去听我们师父讲地藏经 然后呢 有個法師聽到我們老和尚講《地藏經》 講到佛門 佛事門中有求畢業 今天講完了 這個法師就來請問 他說 法師 你講佛事門中有求畢業 他說 我求都沒有感應 我們牢上問他 你是求什麼呢 他說 我求個電冰箱 求個三年 也沒有人送來 當時大概在五六十年前 台灣要一個電冰箱 那也是 不是一般的家庭能買得起 我從小我們家沒有電冰箱 那後來才有 後來就比較多 他就早期 的確 要買一部電冰箱 也不是一般家庭能買得起 我們牢上就問他 請問你的常住多少 住眾 住多少人 他說 只有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住毛棚 我們牢上跟他講 你一個人不用冰箱 只有一個人用不到冰箱 所以你求就沒有感應 因為佛菩薩不會增長你的貪欲 如果你有需要 那佛菩薩就會有感應 這個也就是跟我們說 要離貪欲 我們有需要 決定不缺乏 決定是有求必應的 那貪欲就是過分了 因為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也要求 那就算 就是貪了 就是貪了 因此要離貪欲 這樣求決定有感應 那離貪欲主要還是要修布施 前面第29條講到布施施德 是德是道 這個也是先師敬老和尚 剛剛學佛認識了張家大師 張家大師叫他修布施 就是看得破放得下 今天上午我到虎子念佛堂 有童修問了幾個問題 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樣能看破放下 有沒有什麼秘訣 這個秘訣就是布施 自然就是布施 我們現在要看破放下 但是都是放不下 都是放不下 我們聽經聽了很多 也知道要放下 也要看破 但是就是放不下 他問了這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秘訣可以幫助我們看破放下 那這個秘訣就是先師敬老和尚 去跟張家大師學佛 張家大師教他的 修布施 我們老和尚他聽到方東美教授 方老師講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請教張家大師有什麼方法 讓我很快入進去 讓我很快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麼這個一條也就是人生最高享受的其中之一 皇位自在 真其妙物皆奉獻故 張家大師給他講 有 那有呢 要怎麼錄進去 請問 接著就講 看得破放得下 講了六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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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樣才能看得破 怎麼樣才能放得下 也就是說 要怎樣看破 要怎樣放下 他繼續請問 具體應該怎麼做 看破放下 從哪裡下手 張家大師 再回答了 從布施 那他一聽到布施 我沒錢 哪有錢布施 這次 做一個公務員薪薄的薪水 也大概啦 只能夠過去一次 哪有多餘的錢去布施呢 張家大師給他講 一毛錢有沒有 一塊錢有沒有 這個倒有 有你就從一塊錢 你有一塊錢不是一塊 一毛不是一毛 從這裡下手 他就明白了 沒有錢實在講也能修布施 沒有錢也能修布施 這個 我看了這個安事前書 有一個公案 這個公案是 逸廣福田西平新地 這個公案是紙上紙湖 這個公案是出自於 辟易經 昔有長者 名阿舊流 不信有後世 就是過去有一個長者 這個長者就在社會上 還有身分有地位的 名叫阿舊流 不信有後世 他不相信什麼六道輪迴 有來生來世 這個不信有後世 當時印度有兩種外道 一個是長劍 一個是斷劍 斷滅劍的外道 他不相信有來生來世 他認為 人死如登滅 什麼都沒有了 怎麼會有來生來世 他不相信 一日經過險道 三四日不見水草 有一天他到外面去了 可能到遠地 經過一個險道 古時候交通不變了 像我們中國從陝西出去 從新疆 到印度 這個思路 一路上都是沙漠 大沙漠 大沙漠 去過 一望無際 秒無人機 以前交通不變 以前交通不變 走到沙漠 不見水草 那肯定是沙漠 也沒有看到草 沒有看到樹 也沒有水 四億餓食 一億肅神 好幾天沒吃東西 也沒水喝了 快渴死了 快餓死了 這個樹神急於紫端化出飲食 祭其同伴 這個樹神急於紫端化出飲食 祭其同伴 這個樹神急於紫端化出飲食 他的手指頭 他就出飲食 變化出飲食 來供養 這個阿鳩流長者 還有跟他隨行的同伴 供養他們吃 供養他們喝 那麼吃飽喝足 這個長者急問 尊神有何福德 只能如是 尊神啊 你是修什麼福德啊 你的手指頭怎麼能夠化出這些飲食啊 神言無疑加塞佛子本一瓶人 橫於塵門磨淨 見沙門起食 避舉幼子 視其有栽之處 如是歸依 這個樹神就告訴這個長者 他說他過去在加塞佛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佛是釋迦牟尼佛 就是釋迦牟尼佛前面一尊佛 加塞佛 加塞佛那個時候啊 他本來是一個貧窮的人 橫於塵門磨淨 他是替人家磨淨 古時候那個淨是銅淨 要磨 過一段時間啊 要把那個銅鏡磨掉 他是以這個為生的 那麼在塵門 有人進出啦 因為塵門 古時候塵門進出的人 多在那裡磨淨 那當然啊 有看到啊 一些出家人 見沙門起食啊 避止誘止 視其有栽之處 看到呢 有出家人啊 古時候印度都是脫波出家人 出家人都脫波 起食啊 這個沒有 出家人自己沒有煮飯煮菜的 都是去在家集市 家裡啊 去起食 出家人自己沒有煮飯煮菜的 那麼這個瓶人啊 他就 舉這個幼子啊 視其有栽之處 就今天啊 哪一位栽主在共栽呢 有一些栽主他發心要共栽 那麼就 他看到出家人啊 要脫波了 他就會用 他的 這個右手的手指頭啊 給他指 指出他的方向 說哪個地方啊 有在共栽 你去那邊起食 就必定有 栽犯 如是歸一啊 歸一就是 不是只有一次兩次 他常常這樣 故今生受用皆賴此子啊 這個 因為這個嚴護 所以這一身啊 他的受用啊 他的手指頭就能出隱私了 長者心路 大修布施 那這個長者聽了就很感動了 他沒有錢啊 他這樣也能修布施 人家有修布施 人家有修布施的地方啊 他用手指頭給他指個方向啊 那邊有人修布施 他就修這個福 略犯多生啊 這個長者啊 聽了時候都開悟啦 修大部署 那每一天啊 他都栽生啊 栽供栽啊 栽供很多生人吃飯 後來呢 他生到第二天 為善發天人 第二天就倒立天了 生天了 那麼這個是促神啊 給長者講 他為什麼手指能夠 出這個隱私 那麼下面這個 周安氏居士啊 按照這個公案 按 無智之人啊 有才不能作福 有智之人 無才亦能作福 這個就是 沒有智慧的人啊 他很有錢 他不懂得修福 那麼有智慧的人 沒有才他也能作福啊 他也能修布施啊 你沒有錢 用手指頭指也可以啊 所以無才亦能作福 能學素神之子 則他人之才皆可為無用於 如果我們能夠學習啊 素神那個手指頭啊 只是哪個地方有在修布施啊 那就是告訴別人啊 他不知道你告訴他 這個也有功能 就是有共災啦 共災的地方 這個也能修服 就學這個素神 那其他人的財啊 皆可為無用啊 哪個地方有人做好事啊 在修布施啊 在災生啊 他不知道啊 你可以跟他講 那別人他出錢修這個布施啊 你也能修啊 你也能修啊 你也能修 那別人的財啊 也皆可為無用啊 也就可以讓我們來用啊 指示於人啊 指示於人啊 福田從熟而廣 讚嘆勸 福田從口而廣 奔走效力 福田從熟而廣 這個指示於人啊 就用手指指示啊 指示人啊 哪裡有共災的地方 這個是從手指頭啊 福田從自己的手來推廣 因為你每天啊 都給人家指指示啊 哪個地方有共災 那這個就不斷的推廣了 那麼讚嘆勸勉啊 讚嘆勸勉就是從口 某人啊 做好事啊 共災啦 修福啦 你讚嘆 那這個福田啊 從我們的口來修 也是從我們這個口來推廣 奔走效力 福田從足而廣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你做義工啦 你奔走 到處去做宣傳 去告訴大家 哪個地方有栽生 有共生 這些好事 這從足而廣 因此大家來做義工就是 內財布施 這個都屬於內財布施 屬於內財布施 現在呢 更方便啦 現在有手機啊 你會這些好的信息 你可以跟大家介紹 今天啊 這個台灣的災生 那個災生大會啊 他們辦都是栽幾萬生人的 七月份 栽生他們都是在星期天 每次來邀請 我們通通要做法會 我們通通不能去接受共栽 我們通過的祭祀大會 在臨口體育館辦 臨口體育館 我們牢上贊送會的時候 也是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可以做幾萬人 相當大 所以祭祀大會 祭祀大會 大城小城 通通請客 這一次 過去東山高中陳家媛校長 他是主辦的 他拿來找我 掛個名 瓜葛民作栽生的一個和尚的名義 我說這個可以 這個好事 所以今年就把我的名字 他就是要找一些比較長老級的 出家年資比較久的 這些外個災生的一個指導的名義 這是好事的 所以我也答應 但是我給他講很抱歉 我不能去 沒辦法去 像這些我們也可以告訴人 就是那邊有災生 他不知道我們可以轉告 這個是修福 所以你去奔走 我們看到了讚嘆隨喜 我們也贊光 隨喜功德也都有福報 所以自顧無知耳目守足 五不可作福者大已哉 佛法之利人也凡乎其有此智慧乎 這個我們從頭到腳 我們通通可以修布施 我們從頭到腳 通通可以修布施 所以這個是屬於內財補施 內財補施 我們外財內財都要修 都可以修 人人都能修 有錢能修 沒錢也能修 沒有一個不能修的 這個術神的公案 也是給我們學佛人 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你願不願意修 你懂不懂 學佛的人他就懂了 那麼我們老婆上要離開張家大師 就是他問了這個問題 張家大師告訴他 看得破放得下 從哪裡下手 布施 不施下手 那麼到 送他到門口 就給他講 今天給你講這六個次 你修六年 修六年 必有感應 那根據我們老上他講的 他是修半年就有感應 修半年 所以今天這個同修問的 怎麼樣修看破放下 就修布施 你有一塊錢布施一塊 通通沒有錢也能修布施 那如果有錢當然盡量修布施 今天要修布施 今天要修布施 那麼布施 最重要啊 就是 就是要捨掉我們內心的貪欲 要捨到內心的貪欲 這個是大布施 偶遇大師 在念佛開示裡面講 放下 身心世界 及大布施 可能想要修布施 跟這道路 他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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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留在這裡 那當然要做 他說如果有一個人給你一塊錢 你會不會高興啊 那等一下 又人把你這一塊錢搶走 你會不會生氣啊 那這些弟子就說 那一塊錢微不足道啊 也不會高興人家搶走也不會怎麼樣啊 傑明廟行菩薩就開示了 他說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你很早就脫離六道啦 不會才在六道輪迴啦 那要怎麼修呢 人家給你一塊錢啊 跟沒有給你是一樣的 跟沒有給你是一樣的 跟沒有給是一樣的 人家等一下拿走啦 好像跟自己都沒關係 就不認為啊 那個是我的 人家給我也不認為這是我的 人家搶走也不認為這是我的 為什麼 給我們會高興啊 給我啦 我的 那被人家搶走啦 搶走我的 就不舒服啦 那講到深入的話呢 就是我們老婆上開示 不要有佔有 不要有控制的念頭 對人事物 不要有佔有 不要有控制的念頭 那這個真能放下 那就大布施啦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在生活當中要去練的啦 要去練 剛開始修布施啊 會很不習慣 了完事件講啊 死則勉強啊 忠則太難啊 剛開始哎呦 很勉強 但是呢 咬緊牙跟修 我們 師父上人也是 剛開始修啊 他說好像割肉一樣啊 喝成痛苦 但是呢 就是不斷修 修到這要就很自然 那個布施是有點捨不得 繼續布施 布施到呢 心沒有掛礙啊 慢慢啊 這個我們貪欲的心啊 就不斷地淡化了 所以看破放下呢 從布施下手 我們老上講了 他 真正啊 認真修 那真有感應 但是他老人家又開示 你真正修布施啊 你會慢慢有感應 有福報 原來啦 沒什麼福報 後來呢 越修福報越多 錢越多 那剛開始沒有錢 還可以布施得光光的 那錢越多就越堅定 越不肯布施 那時候又是一個關卡 又是一個關卡 還有靈魂立揚來 信徒很多啦 你放得下嗎 這個我常常在問自己 我不是問別人 問我自己啊 這個都是考驗啊 你現在修了 有啦 這麼多啦 那你肯不肯再施呢 他不斷地施 徹底地施 這樣才能超越 才能解脫 所以這個經 他這個經濟啊 也無盡的深廣 一層一層的深入 所以傑明廟行菩薩 這一篇開示啊 也非常重要 也非常重要 我們能不能死啦 那本師釋迦牟尼佛 做給我們看 他什麼都死了 王位啦 妻子啦 這些財富啦 世間人大家 拼命要真的 他既得的利益 他死得乾乾淨淨 一般講啊 沒有得到啊 都想 去爭 去講得到 那 已經得到了 既得利益啊 要捨很難 要放下很難 這個是 事先給我們看啊 他既得的利益啊 現成的啊 不要啦 那像法葬比丘也是一樣啊 世老王啊 那國家很豐勞啊 很豐富啊 國富 民強啊 國強民富啊 他死了 這個是做給我們看的了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敢修呢 因為怕布施出去就沒了 就沒有了 所以就不敢 那如果明了這個因果抱怨啊 那就敢布施了 因為越施越多嘛 越施越多嘛 越施越多 一定要相信啊 因果抱怨 真實不虛 好 我們接著看三十二 如果一個領導人啊 自己享受 珍奇寶物 不肯供養別人 而群眾所有的珍奇寶物 也都各自藏匿起來 也不會奉獻出來 於是這個世間的珍奇寶物 都被掩埋了 不能發揮其得用 這是罪業 什麼罪業啊 不能誤盡其用 社會啊 真正能走向繁榮 兴旺 安和樂利 必定是 人盡其財 物盡其用 這兩句話是永遠不變的真理 這個領導人啊 也是一個帶頭的作用 如果領導人啊 他自己把他的珍奇寶物啊 都供養給大家 像捐給博物館啊 讓大家來觀賞 那大家也會笑法嘛 大家也會笑法 如果一個領導人他自己都藏起來 你有機會到他家呢 有關係的人去他們看一眼 其他人通通看不到 那很多人也會笑法學習嘛 那這個我有這些寶物 我也要自己收藏起來啊 放在倉庫 放在倉庫 不肯讓人家看 那這個都 珍奇寶物啊 當然也就被淹沒了 都埋到地下去了 埋到地下呢 也不能發揮德用 不能發揮他的德用 這就造罪業了 這個罪業啊 就是不能物盡其用 這個物啊 你沒有好好去使用它 這個就是有罪過了 所以社會啊 要走向繁榮兴旺 安和樂利啊 必定是要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這個是真理 三十三 自己有能力有智慧 不願意教別人 這是令法 而障礙別人的財法智慧 使他不能圓滿發揮 這比自己令法的罪過還要嚴重 佛說法布施得聰明智慧 自己有能力有智慧 自己有能力有智慧 不願意教別人 令法 令射了 別人願意學 那你不教他 這個就是令法 而障礙別人的財法智慧 不能讓他發揮 去利益社會大眾 那這個比自己令法的罪過還要重 所以佛說法布施得聰明智慧 三十四 障礙法施得依吃果報 佛法長云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何以不空 因會變成果 果又會變成因 因果永遠在轉變 循環相续 所以不空 這是因果的定律 是事實真相 障礙法布施 果報就是依吃了 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這一條講 萬法皆空 因果不空 這個因果不空 它就是 因它會變成果 果又變成因 這個不空 是說因果永遠在轉變 在循環在相續 這轉變不空 循環不空 相續不空 不空是講這個 所以因果不空 這是因果的定律 也是事實真相 有因必有果 真正明了因果 你就能夠真正明了空的道理 就是因果是講有 有從空出來的 是空有不餓 是空有不餓 第三十五 第五 所獲之物 過本所求 百倍殊勝 由於息時不堅忌固 獲不是求得 而是自然得到的 所得之物超過自己所求 百是形容詞 不是數字 你所獲得的福報 與你所修學的功德 決定相應 這個 一條是 離貪力 你修不吃 決定不會吃虧 我們現在人就是 為什麼不敢修呢 就是怕吃虧 怕修了之後 自己就失去了 其實 你布施 你在回收的 比你原來要多了 要多 是百倍殊勝 超過一百倍了 為什麼 能夠超過呢 我們 由於 習時不堅忌固 習時就是過忌事 修啊 沒有堅貪 沒有忌妒 所以所獲之物 過本所求 超過你本來所求的 百倍都不止 獲是不求而得 不是求得的 而是自然得到的 自然而然的 不是勉強 積極以求來的 所得之物 也是超過自己所求的 這個百是形容詞 不是一個數字 就是說 你所獲得的福報 與你所修的功德 決定是相應的 不會有差錯 三十六 由於習時不堅忌固 堅是堅貪 菩薩念念成仁之美 決定沒有貪心 令色嫉妒上愛 反觀今日社會人心 大多數人堅固執著貪欲 大富大貴責 是過去身中修集得很厚 他要是能捨棄貪欲兼忌 至少可以傳十代二十代 若過去修服這一身 因貪嗔痴迷失了自性 則一生就賞賞完了 這個一條也是把上面講的 就是為什麼所獲之物 過本所求百倍殊勝 是由於習時不堅忌固 習時就過去身 過去身 你不堅貪 不堅貪 這是肯布施的 菩薩也做給我們看 菩薩念念是想幫助別人 成仁之美 自己決定沒有貪心 吝嗇了 嫉妒了 障礙 我們再看看現在世衛人心 大多數人都是堅固執著貪欲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世界上這些貿易戰 各行各業都在競爭 國與國競爭 為什麼要競爭 貪欲 那你爭能得到嗎 命中有得到 命中沒有還是得不到 但是如果你真用不如法的手段 去取得 太上感定篇講 非裔之財 如虎 震虎救濟 露虎救濟 震酒止渴 威不贊保 死於吉之 反而得不偿失 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現在如果沒有推廣這個因果教育 的確 蘇佛菩薩所有神靈都降世 也救不了這個世界 這是真的 他不懂因果 他以為是這樣才會得到好處 剛剛好相反 好處得不到 得到的是天災人禍災難一大堆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 先師敬老和尚特別 呼籲重視因果教育 這一森流大富大貴是過激生虛的 福很厚 如果他這一森自己 能夠放下這個貪力 兼貪忌妒 繼續修 那他這個 家業可以傳十代二十代 這個了完世信講 你有十世之德 定有十世子孫寶之 有百世之德 有百世之德 定有百世子孫寶之 如果過去一生修福 這一生 又起了貪嗔痴 迷失了自信 那這一生就享受完了 人一享福 又迷了 想完了 如果歲月又照多了 他就墮落三二島了 三十七 中國過去的帝王都能傳十幾代 因為他做帝王時 積得修繕 接受聖賢教誨 而做誠實的也懂得此理 如宋朝的販仲淹 他知道啊 離山獨煩惱 離堅令 忌妒 一生為國為民 他的子子孫孫 都效法祖宗 家道至今不衰 代代有賢人繼承 這條是舉出過去帝王啊 有的能夠傳十幾代的 能夠傳十幾代的 一定有他的德啦 祖宗有積德 這個他才能傳十幾代 如果沒有積德啊 有的朝代他的時間很短暫 你像五代十國 一個朝代有的是幾年他就沒有了 所以這裡指出范仲淹 范仲淹也是他不貪啦 他年輕的時候家很貧窮 這個從小啊 接受聖賢的教育啊 真的他有去落實啦 就是不貪 不貪非分之財 所以他在讀書啊 在一個試驗裡面讀書 有一天啊 去發現啊 樹下有很多黃金啊 他再給他買起來 他動一動 還是過他貧窮的生活 到了這個 這個 他發達啦 做宰相啦 這個當時這個 試驗的住持啊 要修廟嘛 去給他化園啦 去給他化園 他說可以啊 你去試驗後面啊 那個樹下面啊 你去挖啊 那邊 就足夠你修寺廟啦 就去挖了 才發現 那邊很多黃金 是他他還沒有當官的時候 他在借寺廟讀書 就他發現 這個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他的子孫啊 代代不衰啦 而且他的收入 他自己也沒有改善自己的生活 通通啊 照顧他們的家族 照顧他們的家族 辦醫學啊 照顧他們的家族 救濟貧窮啦 做這些好事 所以他家道啊 一直傳到現在呢 都不甩啊 三十八 從事於工商業 屬於老字號的 也能傳幾百年 生意興隆不會失敗 原因何在 沒有三毒煩惱 為社會為眾生服務 不是為貪利貪財 自己生活能過得去 就非常滿足了 多餘的回饋社會 因此他的生意 可以綿延很多代 這個 就是講我們民間啊 從事工商業的 屬於老字號的 他也能傳幾百年 他的生意啊 生農啊 一直不衰 這個不會衰敗 原因何在呢 沒有三毒煩惱 沒有三毒煩惱 那麼 都能夠為社會為眾生服務 他不是為貪利貪財 自己生活啊 過得去啊 他就可以了 多餘的他一定回饋給社會 因此他的生意啊 綿廉很多代 像這個 北京同仁堂啊 他從綿廉到現在還不衰啊 他們的確做到同手無欺啊 他們的確做到同手無欺啊 不是為了賺大錢啊 不是為了這個 為了方便是非大眾 所以他們的製藥啊 都是 如理如法來炮製 沒有偷工減料 也不會亂抬價錢 所以他後代啊都有了 北京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啊 也有一支到台灣去開了同仁堂 在台北市 我去過啊 那個老闆啊 那個老闆啊 是葉崇徽紀師 在我們台灣啊 他辦了一個大聖經事 專門因大聖經典流通的 姓葉啊 音樂的葉 葉崇徽紀師 在台北市啊 開一家同仁堂 就是北京他們的 分號了 隨國民政府到台灣的 一家族 他那個店啊 我很久沒去啊 二十多年前 我們社團剛成立啊 那個葉崇徽紀師啊 經過我們信一路 他還有上去看我 還幫我保賣 他上面一樓是在賣藥 就開中藥部 同仁堂 他的地下室就是他的办公室 大圣经室 他印很多大圣经典流通 以前他也办过监力洪华 所以早年我在景美法障佛教图书馆 他也请我去监力洪华 一个星期去一次 也办了很多好事 监力洪华 所以他们家到现在都还很兴旺 现在北京的同仁堂还是生意很好 在疫情期间他们也都是布施医药 所以他能够免廉很多代 因此事业要绵廉长久 必定要积德修福 不是用一些什么尖巧的手段 那个不如法的手段得来也不长久 很快就散掉了 39 凡事违背圣贤人的教诲 做恶而不知道修缮 前世福报再大 一生也就瓦纳 甚至于这一生都保不住 晚年就败了 这一条是讲违背圣贤人的教诲 这一条是讲违背圣贤人的教诲 做恶而不知道修缮 这样前生如果福报修得再大了 这一生也很快就消耗 消耗尽了 甚至于一生都保不住 晚年就败了 甚至不用到晚年 甚至不用到晚年 因为他不懂得圣贤人的教诲 不懂得修缚 不懂得修缚 所以有的人也 过去说富不过三代 现在一代都过不去 甚至几十年都过不去 你年轻发达了 还不用等到晚年 中年就失败了 这个现前我们看了很多了 过去蔡老师讲的 这个有很多企业 它的寿命只有三年 还不到五年 三年就失败了 这个现在很多了 你没有福报 没有积德 做不成功 四为五 这个是以上所讲的 这就是这五种自在 你能离贪力 能修布施修福 那么就会得到这五种自在 离贪力有这么多的好处 因此我们要努力 来修学 离贪力 第四十 若能回向 欧妞多罗三妙三菩提侦 后尘佛时 三界特尊皆共敬仰 三界是欲界 色界无色界 特尊是特别的尊敬 到自己成佛的时候 就同其他诸佛如来一样 在三界教化众生 为一切大众所尊敬 所供养 这是旧敬圆满的大福 回向菩提是因 三界特尊皆共敬仰是果报 回是玄回 回向是自己完全不要 全部供养大众 百分之百的奉献 这是诸佛菩萨 所以三界特尊 无人不尊敬 无人不供养 这个是 把这个修离贪欲的功德 不求人天福报 回向无上菩提 不求人天福报 回向无上菩提 那我们念佛人 我们也不求人天福报 求往生极乐世界 求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决定成佛了 求往生极乐世界 也就是 回向欧妮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弥陀经佛给我们讲 若发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接得欧妮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定能够得到无上菩提 所以我们念佛 我们回向求生西方 不求人天福报 将来 成佛必定是三菩特尊皆共敬仰 三菩就是 欲界色界无色界 三菩六道 特尊是特别的尊敬 到自己成佛的时候 就跟其他诸佛如来一样 成佛一定要教化众生 那么教化众生必定回到三界 六道来教化众生 来教化众生 必定为一切众生所尊敬所供养 那这个就是究竟严满的大福 回向菩提是因 回向无上菩提 这个是因 将来果报 三界特尊皆共敬仰 这是果报 有因必有果 那么这个果报才是究竟严满 求人天福报 就不究竟 这一生修佛来生享佛 享佛如果 之道继续修佛 那这个福报会 没年 生生世世 一直没年下去 像地藏菩萨本念经讲的 你布施交良功德元品 讲的 这个布施啊 有一生受佛 有十生受佛 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 你不断地修 生生世世 在人天都享佛 那如果不懂得修 那福想完了 你就没有了 福报想完就没有了 所以要不断地修 这个回是 回自向他 回因向果 回小向大 这个回向就是自己不求 这个不要 完全不要 这个是讲心理 不求 全部供养大众 自己不会 也不会贪这个果报 所以我们修因必定有果报 因此我们开始修 果报现前要懂得再继续修 再继续修布施 往往啊 这个 我们修布施的因得到福报了 这个福报现前忘记了 不知道在修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当总统的 当大企业 过去根据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的开示 这些人起码他修三身 如果要做到一个总统 起码要修十世 十辈子都修福 生这么长的时间修福 这一身福报现前不懂得继续修 这一身很快就想完了 很快就想完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企业家 这个做大官的 都是郭基森的修福 他没有修福 他不会有这个果报 他必定有修福 这一身福报现前不知道继续修 因此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我们现在修 将来福报现前 不要说等来生来世 恐怕这一身我们又迷了 没有钱的时候 这个布施的空空的 福报现前钱很多 反而不敢布施 现在有看到很多有钱人 他不敢布施 他的布施 比那个没有钱的人少 我也接触过很多大企业 那个大企业布施给我们到场 很小气 很小气 反而那些小企业 那可大方 多出他们几百倍 上千倍都不止 在台湾 我们接触到一些大企业 耶稠 请我去做法会 我说通通不要跟他讲钱 我们只是习栽而已 我知道這些人他們拿不出來 但是都是台灣十大企業之一 今天我們就這個離貪利 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就學習這個尼稱會 這個國報 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 祝大家五位增長 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 今次一陣子